老闆娘 那我現在要來品嘗店裡其他 也是超人氣的糕餅了 像是這個就是我們剛才做的火龍鍋餅 是 我發現它的形狀其實真的 跟一般的太陽餅不太一樣 它看起來對我來說比較陶細 因為它又再更膨一點 對 而且它的內餡也好多喔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可口 因為內餡也有 然後外皮又很酥脆 好 那我就立刻開動囉 好 你嘗看看 老闆娘它這個口感吃起來真的非常的酥脆 我覺得果然這個酥皮是它很重要的地方 對 它如果沒有一層一層的話 口感就沒有那麼好了 比較沒有那麼酥脆 然後重點是它真的可以吃得到 整個火龍鍋的香味 但是其實因為火龍鍋它本身 不算是一個香味非常濃郁的水果 所以說它在裡頭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點綴的感覺 讓它整體吃起來變得清爽 是 跟一般的太陽餅還是 它可以提升它的那個養生 再更健康一點 對 其實它真的吃起來是特別的 因為一般的太陽餅 我們吃就會覺得它的奶油味是很重的 可是這個反而吃起來就會覺得說 好像可以一口再接著一口 因為它添加了水果 對 火龍鍋 不過其實因為它的味道稍微淡一點點 我反而吃得更放心 因為其實如果說它今天味道很濃 我覺得那反而才是不對的耶 表示它有添加香精 對 那我們這個火龍鍋是有機的 尤其它是整個 我們是那個不添加水 對 就整個原汁原味把它跟麵粉這樣和在一起 像是我看到這一款 它其實有得獎對不對 是 也有 是今年嗎 對 今年我們花蓮縣政府 主辦這一個伴手禮的 那它希望是當地的食材 那我們這個火龍鍋就是光復 有跟它契作 對 所以說就有得獎了這樣子 那你有沒有看到發現 火龍鍋不是很紅嗎 那為什麼它的顏色比較淡 它其實看起來就只是 顏色在深一點點而已 是 這個就是因為這個火龍鍋 我們表示不添加任何的香料 還有那個顏色 那個色素 然後像是這個呢 也是我今天超級期待的 因為你說它今年也是 超級多人訂的對不對 而且也是有得獎 對 我們的網路投票 它是第一名 第一名 那這個是原味的嗎 是 這個原味 它光是上頭看上去 它那個砂糖那個冰晶狀 就覺得看起來很好吃 你嘗看看 好 它很酥脆 對 那你咬一口 它就會入口即化 它真的非常的酥脆 而且啊 因為它上頭是糖 那裡面的部分啊 你可以吃到它的奶香味 它其實吃起來是 鹹甜鹹甜的口感 對 並不是說那一種太膩 那一種甜度 而且啊我發現 雖然它是叫做奶油酥條 可是啊它的油 你感覺是還好的 不油膩 手上都不會有油油的感覺 對 不油膩 因為我們是用安家奶油 真的喔 對 所以說會有差對不對 當然喔 油脂很重要 我終於知道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團購它了 因為它其實 你邊吃的時候配一口茶 你馬上又可以再接著吃一口了 像這個我覺得它應該蠻適合配黑咖啡的 對 它比較配黑咖啡它可以提升它的香氣